1751集 一众黑衣人健壮急得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眼看着林宇的体力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他们心中担忧不已 知道要再怎么下去 等他们的体力一旦耗尽 那局面便可以直接反转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的担忧比想象中的来得还要早 这就是你们全部的实力吗 有一点差强人意啊 这帮黑衣人的实力确实不错 而且配合度也十分磨叽 可见平日里没少训练 但是可惜的是 仍旧没有让林宇感到任何惊喜的地方 尤其是他们的招式虽然很是精准 但却少了几分精髓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帮人拼尽全力耗费了这么长时间 仍旧没有伤到他分好的原因 既然你们的实力已经发挥完了 那接下来就轮到我的了 林宇淡淡地补充一句 接着他手中翻转的刀刃 瞬间加快了速度 寒光一闪 两声细小的皮肉战裂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接着林宇面前的两个黑衣人握刀的手 骤然间便消失了 怕他一声摔落在地上 只是鲜血 淋漓的手腕喷着鲜血 众黑衣人看到这一幕 心头猛的一沉 情不自禁地倒吸口冷气 简直不敢相信 被他们逼得节节败退 毫无还击之力的何家荣 竟然能够在躲开他们的攻势的情况之下 迸发出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当然这也是与他们的轻敌大义有一定关系的 微等他们回过神来 林宇的左掌便已蓄满了力道 轰隆一下轰了出去 直接击中了左侧一个人的脑袋 虽然掌心仍旧没有和这脑袋接触 但是距离却十分地近了 只有两三公分 以至于他掌心轰出的巨大冲击力 可以直接将这黑衣人的头骨上缘鲜碎 鲜血夹杂着脑浆四落 误会见了一众黑衣人一身 你们应该讨的 林宇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眼神冷漠无比淡淡说道 那样的话 起码还有一次生还的机会 其实他刚才 颓势全部都是伪装出来的 他就是想探探这帮人的虚实 最终发现这帮人的实力虽然不差 但也没有强到哪里去 跟悬一门下面的那些蒙面黑衣人差不多 这么多人同时围攻他 或许能对以前的林宇造成伤害 但是对于现在的林宇而言 并没有太大的威胁 所以探明了虚实之后 林宇再也懒得和这帮人兜圈子了 便直接发挥出了自己剩余的实力 准备直接将这帮人给解决掉 一众黑衣人感受到林宇身上 陡然变换的强大气场之后 神情皆都是不由一变 但是却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巨异 仍旧和刚才那般 拼尽全力朝着林宇发动攻势 人员一少 他们的空间反而更充足了 招架施展起来 也更加的自如伶俐 但是这对林宇而言 却是没有太大影响 他不慌不忙 不骄不躁 小心躲避着这些人的攻势 同时瞅准时机 刺出一刀 或者打出一掌 或刺或击 都是这些黑衣人的要害部位 只需要一招 就能够让这些黑衣人丢掉性命 或者丧失战斗力 很快林宇面前的黑衣人 便越来越少 从几十个 锐减到了四五个 看着同伴们一个一个地死去 这四五个人 这会儿已经吓得面色惨白了 只靠最后的意志在支撑着 一旁的屈尔男看到 这一幕脸色十分难看 他此时也已经看出来 其实方才林宇一直在 隐藏自己的实力 还愣着干嘛呢 嗯 就在这时 林宇一边解决着 面前仅剩的几个黑衣人 一边冲缺尔男喊道 赶紧一起上啊 我等着 你将我碎尸万段呢 缺尔男听到林宇这话 身子不由一颤 面如土色 惊恐之情 溢于言表 他知道 虽然自己的实力 要强于自己这些同伴 但是这么多同伴 都拿他没辙 他扑上去 也同样无济于事 缺尔男眼珠低溜溜转了一下 瞬间来了主意 声音高亢 冲一众同伴说道 打扎千万撑住 加把证 拖住他 我刚才已经 打电话喊人来帮忙了 我们的冤笔 马上就能到 队长会带着 剩下的全部人马 来支援我们 他这话话音已落 大厅之内苦苦支撑的 十多名黑衣人 顿时神情一震 慌乱之情 立马削减了几分 他们知道 只要他们剩下的同伴一来 那他们便有救了 而林雨他们也就死定了 到那时候 他们仍旧鞠躬至尾 所以他们再次打起精神来 摇摇牙 强挺着身子 仍旧跟林雨 百人途 奎木郎三个人缠斗 林雨 百人途和奎木郎 听到屈尔南这话之后 却是脸色一变 他这才发现 忽略了这一点 没想到竟然被屈尔南 趁机呼叫了援军 如果对方的人手一到 那他们可就危险了 牛大哥 奎木郎大哥 恰把劲 速删速决 林雨面色一沉 高喊一声 随后集中好精神 朝着面前仅剩的几个黑衣人 猛攻过去 想要最快的速度 解决这帮黑衣人 他其实早就考虑过这一点 本来料定贪攻心切的屈尔南 绝对不会召集援军的 因为他们面前 一种黑衣人的攻势 一直是装着没有太多的招架之力 营造出一种靠着这三十人 完完全全可以解决掉 他们三个人的假象 迷惑着屈尔南 而且屈尔南 一直淡定从容 给自己的同伴助威加油 甚至都没有加入战局 林雨便以为已经骗过了他 也认为这个家伙不会打电话 召唤援军的 但是没想到的是 竟然又出了变化 既然屈尔南已经召唤了援军 那他们现在能做到的 就是速战速决了 不过让林雨没有想到的是 屈尔南的话 全部都是临时线编的 林雨一开始设想是没错的 屈尔南贪功亲切 见几十名同伴围攻林雨便占了便宜 很快便能够将林雨解决掉 自然便认为没有召唤同伴的必要 而他现在之所以这么说 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同伴提升士气 让自己的同伴撑住 为他争取逃跑的时间 他知道 现在就算给队长打电话 队长他们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到这里 而到了这里之后 一旦被队长他们发现 他们一行五十人 连林雨三个人都战胜不了 必然队长会大发雷霆 直接取了他的性命 所以他此时根本就不可能 跟自己的同伴打电话报信 唯一的生路便是逃走 而且是只能他一个人逃出去 只要他逃出去了 那便不会有人知晓 今天晚上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那他到时见了队长 就可以随便编造一个被林雨 领上百人马埋伏的瞎话 糊弄过去 说完了这番话之后 屈尔南趁着林雨 百人途和奎木狼专心对敌 无暇顾忌他的间隙 他直接一猫腰 迅速地朝着方才他跑出来的楼梯口 冲了过去 因为此时只有这里是唯一的出口 哪儿走 就在屈尔南以为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时候 林雨却突然冲他大喝一声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